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狂俊宇 今天是2024年3月16日 星期六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網絡熱話 先講講近期話說繼續不上熱潮 除了回去吃東西和玩之外 越來越多港媽主婦回大陸買菜 亦有很多網友在網上分享自己的戰績 就說在深圳買菜比香港便宜太多 是怎樣的熱話 難怪香港有一區的街市可以連環結業 倒閉20間店 究竟不上買菜的風潮現在最新的發展如何 和各位一起講講 另B商據報 荃灣不知道是否出現了結業潮 連50年的老店都撐不住 區內熱話發現有很多間有歷史和受歡迎的店舖 近月的確是相繼倒閉 是怎樣的情況和各位一起講講 另外亦講講香港各大的最新熱話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你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網媒新假期的報導 港媽衝去大陸買菜 或者買熟食回來香港 即日來回的大勢戰績 就說比香港買便宜太多了 報導的內文提到 話說有網友在Facebook群組 好深圳大灣區吃喝玩樂 開心分享區發貼文和貼圖紙 香港人所叫的跨境外賣 多得快要令到關口的速遞公司都沒位 可以說是嚴重迫爆 那個人更加笑言 就說你們不要那麼離譜 行不行啊 不少人覺得特地跨境買外賣超誇張 但攝市的網民就認為 深圳的外賣不但價格便宜 而且食物高質 外賣的包裝有成意 即使過關外賣自取食物 回到家都仍然熱熱熱的 令B商去年小紅書掀起深圳買菜熱潮 有港人分享自己每個星期都會不想採購食物 到超市呀 深圳的街市大首入貨 更加力賺深圳買菜比香港便宜太多 一袋大選只需要10元雞 芫荽都只需要過二左右的人民幣 雞蛋都是1元一隻 一大袋菜都是20元雞 網友一致贊同內地菜價實在太便宜 這位網友買了一大堆菜都只是70元 一袋瘦肉17元 五花肉7元 兩條魚8元 青菜13元 花甲和豆腐麵包 超市買25.7元 大賺省了不少錢 當你以為去深圳買菜已經很誇張 原來有港人已經不滿足 只是買菜回來煮 更加索性把飯菜打包走 從小紅書已經看到 不少人都大包小包地回香港 而購物的種類都相當多元化 又有烤魚椰子雞 更加有名店木屋燒烤的串燒 包師傅的肉鬆小貝 還有一些手搖飲品 鹹點甜品加菜 以上來自網媒港生活的報導 話說相關熱話也引來一眾內地網友感到驚訝 就不明白為什麼買這麼普通的東西都會這麼受歡迎 不過一些不想港人一於小理 繼續不想瘋狂購物 就連買菜近期就好像越來越流行 這個現象的確和香港的經濟相當掛勾 那些港媽一代二代上深圳買回來 一買就可能買一個星期的菜 最多可能有空就在附近街市買多一點點 但是這個情況也反映香港的經濟影響 近日越來越多街市的店舖疑似關門 就說沒什麼生意沒辦法 近期有街市連環收拾了20間店舖 這些情況和不常消費有沒有關係 另外相關高官和具有公權力的議員 又如何看待這個現象 如何扶持香港的街市零售業等等 真是令人搖頭嘆息 另外也提及結業潮的情況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荃灣驚宴這個餐廳小店的結業潮 據報當中有福來上海麵 酒店、油鹽堂、入口零食店都折年倒閉 街坊感到不捨得 香港舊式味道越來越少 報導的內文提到 經歷過疫情之後 各國和地區恢復通關 不過市道恢復仍未如預期 去年已經有不少老字號的餐廳倒閉 令不少港人大感染色 農曆新年過後 香港的結業潮依然不絕 海港城的美食廣場 土瓜灣的哥登堡餐廳等等都先後宣佈倒閉 近日荃灣區有不少陪伴幾代人成長的老店 例如福來上海麵 文具店油鹽堂 就連入口零食都撐不住 相繼光榮告別 令到該區居民感嘆 香港舊式味道越來越少 當中首先是荃灣 鄉居街街市的福來上海麵 開業近50年 雲吞麵很抵食 炸豬扒上海麵更加成為了不少街坊的童年回憶 可惜老闆年紀大 難以繼續經營下去 所以在2月的時間已經倒閉 另外位於大河道的文具店 是老店 油鹽堂 尊營 文房四寶 圖章 表畫等業務 難的時代巨量 老闆宣佈榮優 同樣在2月底已經和街坊說再見 以往他在農曆新年即席輝豪寫輝春的光景難以復再 另外路德維也有兩間店相繼倒閉 成為區內地標之一的入口店零食 已經入納於區內超過30年 是大家入手賀年食品和糖果的必度之處 可惜店主已經宣布營業到3月30日 令支持者大感不捨 另外家庭屋也在荃灣有分店 同樣在2月底已經終止經營 店家慨嘆難敵世界經濟走勢 他們向支持者致以最高的敬意 另外還有區內主打抵食 而且性價比高的海鮮店雷姐海鮮 老闆亦都一人難以獨力經營兩間店 已經在2月底結出業務 並由嬌姐海鮮接手 對於荃灣經營結業潮 當中包括經營超過50年的老店 一群街坊非常不捨得 感慨表示時代巨輪之下 很多的往式都留不住 真的很可惜 亦都說多少的小店 敵不過網購 即網上購物而結業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近日荃灣經營這個結業潮 當中不少都是老店 有些做了50年都做不住 而且有這麼巧 全部都是2月3月左右結業 另邊商有很多網友固然不捨得 不過都希望一些老闆們 雖然那間店舖結業 但未來的生活繼續好好享受人生 因為當中有不少老店 給了荃灣區的街坊 一個非常多的集體回憶 怎樣說也好 近期結業潮基本上沒有停過 接下來會不會再有大型連鎖店 好像大槍食品一樣 整個分店網都想 暫時未知還要有待觀察 另外還有這個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平下路恐怖閉路電視記錄 就說貨櫃車翻側 直鏡鏡頭 司機夾著對腳 被困近2個小時 旅途人差點被壓 當場暈倒了 報導的內文就提到 發天數為發生交通意外 在今天3月16日下午2點多 一部吊備車園平下路往樓浮山方向行駛 到沙州里村附近的時間突然失控 掃爛路邊欄杆還有登柱 說著男司機腿部被夾著 一度被困車廂之內 救援人員到場將他救出的時間仍然清醒 警方正在調查事件原因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都相當嚴重的車禍 據報整架車翻側 司機曾經一度被困 另邊箱有旅途人差點被車壓住 嚇倒了 在現場事都說不到 說著整件事還要有待了解與調查 相關閉路電視曝光 情況相當可怕 多謝各位 尤其是願意看完廣告來支持曠仔的路友機 這段時間繼續勤力拍片 和大家緊貼香港的各大時事消息 究竟北上熱潮到何時才會回落 和回落後的消費力會否回來香港 還要有待觀察 北上買送的熱潮會否持續 我們拭目以待 我是胖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